救人如救火还是火上加油 恩恩的爸爸质疑中央1922专线 让孩子的命断了线 因为事发当天下午5点38分到57分 第一次打1922 到了晚上6点08分恩恩昏迷了 又打通了1922 讲到6点21分挂了电话 1922还是没动静 一直到8点44分才立案送件 拖到晚上8点56分 才找到新北卫生局调了救护车 恩恩的爸爸不懂了 从打完第二通1922到立案送件 居然拖了整整143分钟 这两个多小时在做什么 恩恩的爸爸认为就是新北消防 联络不上卫生局同意派不了救护车 才会找1922帮忙 没想到帮了倒忙 拖过了黄金时间 职责不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认为这样 我有看过那个录音 我们也是很清楚的说 这是一个紧急的情况 所以当第一线的人可以负责 可以就是说 认为是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特别的快速的去处理它 所以未来在1922的这个SOP 我们会稍微检讨一下 对于这种不是纯粹只有 把这疫情的说明等等的 那可能在紧急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来担负一些通报 或紧急调配的责任来 陈时中表示当时疫情炸锅 1922当天处理了四万多通电话 虽然调派救护车不是1922的职责 但是要检讨接线的人碰上紧急状况 应该也要伸出援手 华视新闻黄美慧方启年台报道 享受 有时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